而最近贪毒案不断 马总统也在连政会议上指示 要完成官说制度化 透明化跟登陆标准化 法务部今天也公布了相关规范 希望不管是人性本善还是本恶 把官说或是关心尽量厘清 未来被请托者要在三天内进行登陆 临时仓库弊案凸显贪毒情势 往往由官说而来 法务部定例作业要点 将请托官说制度化 透明化和登陆标准化 一旦公务员认为官说有违法疑虑 就应登陆 请托官说登陆查查注意要点 除了规范公务员 也包含公股出任法人之董事 监察人和经理人 被请托官说者必须在三天内进行登陆 法务部定期抽查 若发现受请托官说却未登陆者将陈处 请且严重者移送监察院调查 蓝绿立委肯定建立透明制度 但也认为官说的定义模糊 官说的定义到底在哪里 如果我今天只是一个案件 我不懂得怎么办 那我请民意代表带我去办 那是不是关心还是官说 这个定义的问题就很模糊 登陆某种程度上是好的 但是问题是如果有很多 心不归不愿意登陆的人 我们有没有其他的法则 我想可能都比这个登陆效果更好 登陆标准化正式上路 但最要点只是行政规则 不具法律效力 官说文化能否真正浮上台面 杜绝不法 仍有待时间观察 有点TV蔡清盈 李黄轩台北报道